寿风西瓜有沙沙的口感一向深受市场的青睐 但是大西瓜种植的成本相对的非常高 寿风香农会为了要让都会区域的民众 能够吃到品质优良的西瓜 今年更是特别的种植妙凤品种 果种在10斤左右 皮色淡绿散布青色的网纹 果皮较薄肉色鲜黄肉质细腻 甜度可达到12.5度 肉质清甜爽口不易空心 寿风农会也希望都会区域的民众 能够享用到寿风的好西瓜 果实为原型的妙凤品种 果种10公斤左右 皮色淡绿色散布青色网纹 果皮较薄 肉色鲜黄肉质细腻 甜度可达12.5度 肉质清甜爽口不易空心 西瓜含有一种称为寿氨酸的氨基酸 寿氨酸转化为氨基酸金氨酸 因此寿风农会在今年 特别种植了400棵妙凤品种 希望都会地区的民众 能够品尝得到在地的好滋味 配合都会区的这个需求 因为都会区都是这个小家庭为主 那我们大西瓜来讲 对都会区的这些好朋友们 都会觉得这西瓜太大了 可能他们冰箱啊 或者是说他买了西瓜 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跟消化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尝试着试种一些小瓜啦 那小瓜的部分 因为去年的关系跟天后的关系 还有我们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去年的成果并不是理想 那今年我们越挫越勇 今年我们也另外在尝试更新的一个品种 叫做妙凤 那这个妙凤的部分 它的这个甜度大概 比这个大西瓜稍微低一点点的糖度 它大概12度至13度 那我们今年从尝试种大概400颗左右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 如果想要预购的部分也是要抢先 因为数量真的有限 那口感上跟大西瓜 我们已经有从农友这边知道的一相关的讯息 是跟大西瓜的口感差异不大 因此收封箱农会在今年特别种植了400颗的妙凤品种 希望能够让都会地区的民众也能品尝得到在地的好滋味 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 收封箱农会所生产的果宴西瓜一直以来都获得大家的好评 农会总干事黄启祥表示 果宴巧西瓜是全台唯一材友善维生物菌栽培防治 就是在叶面喷洒大量友善维生物 使有害病菌没有入侵的空间 达到西瓜植株强健来抑制植物并虫海 减少用药的目的 妙凤西瓜也是在如此的环境下长大 相信品质也一定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 记者林杰寿风采访报道